终于见到我们这次来的目的 就剩这点桂花了 今天我们去医荷园紧急的看了一下 欣赏一下桂花 现在情况是这样 本来在医荷园的这个北门 就是北宫门的这个位置 现在已经没有了 全都撤了 然后呢 原来另外一个大的位置 像这个东边的协区园 很好看的一个园子 现在也都已经撤了 然后已经没有什么好看的 荷花什么的也都已经败了 本来在乐寿堂这个位置 有据说是品种最多的各种桂花 也都已经撤了 之所以撤了 是因为北方的桂花 没法像南方那样 是一树一树那种桂树 就是香味又重长得又好 只能是一盆一盆的 一花盆一花盆的端过去的 冬天要放到温室里 要不就冻死了 这样的 本来文昌阁那里面 有现在全都没有了 不能看了吗 不 还是有一点点的 还剩下一点点 硕果仅存 硕果仅存 就是在当年看到的东门 颐和园的东门 东宫门 从东宫门进来之后 一直往人寿店来走 这一条路上有很多的桂花 有经过 赢过 还有当过哟 还是蛮漂亮的 然后整个这条路都是非常香的 你们可以看我的这个照片 是这样的 如果是只想闻味 不想拍照 不想随大陆拍照的话 可以顺着人寿店向南走 向南走 这边有一个这个 颐和园的博物馆 博物馆里面 这条路过去这个位置 有一坛一坛的退休的桂花在那 好看是不好看的 可是那味道还有很 啊